嗨,各位車友大家好,我是李翰老師 我今天要來介紹手套 為什麼開卡丁車要手套呢?可以不要手套嗎? 嗯,這是個好問題 當然可以,但是你會變得不好控制 為什麼?因為你手握住它的時候可能會有汗 然後再加上你的手跟橡膠中間如果是汗水的話,它會很容易滑動 那如果你讓方向盤在滑動的話 你如果注意看你的影片的話,如果你有看過你的影片 你會發現你的前輪會一直這樣轉來轉去 然後讓前輪一直轉來轉去實際上不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尤其在轉彎的時候,你必須要固定的回轉半徑 對不對?才有辦法有持續的抓地力 持續的彎速畫那個圓弧進去 對吧?那如果你在過彎中,你沒有把方向盤控制好 它在裡面這樣一直這樣 請問一下你的車子是不是一直這樣 你的彎速就沒辦法保持得很好 因為你車身的動態在進彎的時候是不好的 這樣了解嗎?所以手套是非常重要的 再加上如果你今天就是如果 如果你沒有手套,你用握得很緊的話 其實你很難感受那個車子 因為方向盤它是一種既有時候你要有力的控制住它 有時候又要很細微的去感受它 但是如果你很大力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去感受那個車子 OK?因為卡丁車很直接 它沒有任何的避震器 它所有的東西就會直接藉由輪胎,車架,方向盤,椅子 整個就存上來了 這樣了解嗎?OK? 所以它的方向盤 如果你有去開過卡丁車的話 它的方向盤會很容易抖動 對吧?它很容易抖動 那如果你又沒辦法很輕易的 控制住它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很專心的感受它 因為你可能把它握很緊 或者是它突然滑掉 你會不知道可能到底是 你沒握好它滑掉 還是它車子亂動滑掉 你很難分 所以手套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看卡丁車 它的手套這邊一定會有膠 也就是讓你橡膠跟橡膠去結合 這時候你就很輕鬆 你就怎麼樣 就不容易滑掉 就不會滑掉 而且你的手會固定在同一個位置 這樣了解嗎?OK? 所以它這個膠非常的重要 所以當你的手套 如果開到這個地方都沒有膠的話 實際上這手套是要換掉的 當然手套破掉就不要講了 那一定要換掉 你手套如果開到這邊是沒有膠的時候 實際上你是要換掉的 OK? 因為手套是幫助你可以很輕鬆的握住方向盤 知道意思嗎? 你想要感受就感受 你想要施力就施力 非常輕鬆 好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我手上這副手套啦 這副手套我非常的滿意 它的背面非常的薄 很薄 很薄 很像運動材質一般 就是有彈性 然後又很透氣 之前我戴過一些手套 它都稍微比較厚一點 而且比較長一點 這個沒有那麼長 而且它背面又很薄 再加上它這個正面 也就是手握的這一面 它除了有膠之外 它上面還有透氣孔 這些透氣孔都可以直接看到你的漏 你可以好好看一下 你這樣 對真的都會看到你的漏 OK 所以你看這邊很薄很舒服 這邊又有透氣孔 OK 所以這戴起來是非常OK的 戴起來是非常OK的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這手套是怎麼樣 反縫線 也就是縫線在外面的 跟我們穿襪子一樣 如果今天我們可能要走很長途啊 或者是登山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都會把襪子反穿 為什麼 因為那個讓線頭在外面 對不對 比較不會磨傷你的腳 OK 比較不容易騎水泡 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它這個縫線都是在外面的 所以你手指頭伸在裡面 是非常舒服的 OK 然後這個手套是我們K1車隊的手套 K1 Racing K1 Racing 有沒有看到 K1 Racing 你戴上它就會開得跟我們一樣快 OK 當然是要停滑要練習 不能這樣講 對不對 那如果有興趣買這個手套的車友 我影片下方說明處有表單 你可以去填 然後我會告訴你就是應該怎麼量 適合你的尺碼 OK 它其實尺碼規範很完整 長度啊寬度啊 對不對 你可以量一下 然後再下訂 這個手套CP值很高 這一雙只要2800塊 真的 我以前買進口的 2800真的很便宜 知道意思嗎 我以前手套都一次都是買兩雙的 因為 常常有時候你搞不好會不小心用掉了一支 不見了 或者是有一支破掉 你就可以拿另外一支來補 對吧 OK 看各位車友有沒有需要啊 如果有需要就在下方填表單 有問題也可以在下面發問 我也會一一回覆你們 OK 那就這樣囉 再見 再見